各位法师 各位记事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阿舍士王寿绝经 在大政杖第十四册 七七七页上南到七七八页中南 有一段期间佛在挪月齐国灵鳩山中 当时阿舍士王供养佛 佛用餐完毕 回到齐桓经社中 佛王与齐婆大臣商议 今天供养佛 佛已经用完餐了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齐婆说 只有多多点灯了 于是国王命令属下 准备百壶的麻油膏做灯油 从王宫门口到齐桓经社 当时有位林雄的老婆婆 常有诚心想要供养佛 却没有钱财 看到国王做了这样的功德 也激发想要供养的心 于是将乞讨得到的两钱 到麻油店家买油膏 卖麻油膏的老板说 老婆婆 您这么贫穷 好不容易乞讨到两钱 为什么不拿去买食物为生 反而来买油膏做什么呢 老婆婆说 我听说佛出世 是非常难遇到的 经历百劫 才偶尔有机会遇到一次 我很庆幸能遇上佛出世 却没有能力供养 今天我看到国王做崇高伟大 无量的大功德 激发起我也想要这么做的念头 然而我实在是太贫穷了 所以只能点一盏灯 作为后事修到资粮的根本 买麻油膏的老板 知道老婆婆的诚意 原本两钱可买的两个麻油膏 一个就是一生的十分之一 特地加送三个 一共拿了五个麻油膏 交给老婆婆 老婆婆就带着这些麻油膏 在佛住洗的地方点灯 老婆婆心里估计 这些油膏的量 恐怕燃不到半夜就烧完了 便自己发誓说 如果我未来是能像佛一样得到 油膏应该整个晚上都光明不熄灭 灵力之后就回去了 那时虽然有人帮忙守护 国王供养的灯 但有的灯已经熄灭 有的油已经烧完了 而老婆婆所点的那一盏灯 灯光特别明亮 远远超越其他的油灯 整个晚上都不熄灭 油膏也烧不完 直到隔天早晨 老婆婆再次来到佛住洗的地方 朝着佛的方向顶里 合掌退到一旁 佛对墨连说 现在天色已亮 可以熄灭所有的灯了 墨连遵照佛的指示 逐一把油灯三洗 其他所有的灯都已熄灭了 只有老婆婆的灯 墨连三次要熄灭 却都无法熄灭 于是他就拿起袈裟 想要三洗 可是灯光更加明亮 其次又以神通力 引迅猛大风吹向这盏灯 但老婆婆的灯 却更加旺盛猛烈 甚至向上照耀到梵天 变造三千世界 都看得到光明 佛对墨连说 停下 停下来吧 这是未来佛的光明功德 不是你的神通力 所能消灭的 这位老婆婆 过去已经供养了 一百八十亿佛 从前一尊佛得到授祭 专心致力于 以经法 教化 开导人民 由于没有时间修布施 因此今生贫穷 没有财宝 从现在起 经过三十节后 功德将圆满 未来必定成佛 佛号叫 须弥灯光如来 他的佛土 没有日月 人民身中都有大光明 公事中种种珍宝光明 互相照耀 就像刀立天上一样 老婆婆听到了佛的授祭 非常欢喜 当下轻轻举起身体 上升到虚空 离地面一百八十丈 再回到地面 顶礼佛之后离去 阿瑟斯王听到这件事 便问祺婆 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佛却不对我授祭 这位老婆婆 只点燃一盏灯 就得到佛的授祭 怎么会这样呢 祺婆说 国王所供养的量 虽然很多 然而心不专一 不像这位老婆婆 这么专注一心的 虔诚供养佛 于是国王决定 再次用花供养佛 深夜下令花园的管理人 命他们清晨时 栽采好花 早点送到宫中来 佛在清晨时分 走出了奇幻经色 缓缓经行 研读 为人民说法 快到日正当中时 来到皇宫附近 有一位管理花园的人 手持香花 刚从花园的小巷中走出来 正好与佛相会在大通路上 听佛说法 非常专注 满心欢喜 便把手中的香花 全部散在佛身上 这些花朵都停留在空中 笼罩在佛的头顶上 佛就为这位花园的管理人 授记说 你已经供养了九十亿佛 之后经过一百四十节 你将成佛 名号为绝花如来 这位花园的管理人 非常欢喜 立刻轻轻举起身体 升到虚空中 回到地面 顶礼佛之后 便想 我们国王的个性 非常严厉急躁 半夜里就叫我栽戒 准备栽花用来供佛 现在我已经把全部的花 供养佛了 这样双手空空 回到皇宫 国王一定会杀了我 于是 他便直接回家 把空的花园放在户外 进入家中 对妻子说 我从清晨到现在 都还没吃饭 国王今天一定会杀了我 赶快帮我准备一些吃的吧 妻子一听 非常惊慌害怕 问丈夫 国王为什么要杀你 丈夫便对妻子 说明来龙去脉 妻子便走出来 到照前生火煮饭 这时 第四天 就用天上的花 装满空篮中 妻子拿着食物回来 看到户外 花篮里面装满了香花 和之前的一样 而且 这些花具有不平凡的光彩色泽 便把这件事 告诉了丈夫 丈夫走出来一看 知道这些全都是天花 心中非常欢喜 便不再用餐了 赶紧带着这些天花入宫 这时 国王正准备出来迎接佛 花园的管理人 在路上遇见了国王 国王一看到这些美丽的花 世间少有 便问花园的管理人 我的花园中 居然有这么美好的花 你之前为何不乘上来 知不知道你已经犯了死罪 花园的管理人说 大王 花园中没有这种花 围城 早晨带着花园中 所摘的花 要来王宫 正好在路上遇到佛 无法克制自己心中的欢喜 就把全部的花都供养佛了 佛就为我受祭 我知道这样一定会被国王处使 于是经过自己的家 索取一些食物 原本的花都已经供养出去了 刚刚看到的还只是空篮子 现在却又看到这些花 我想这一定是天上的花 不是国王花园里的花 我今生出身卑贱 为国王看守花园 受到官府的约束 不能专心修道 现在我已经得到佛的授记 即使就这样死了 也一定能升到天上 在十方佛前 不再受到任何细福 可以随心所欲 精进修行 国王如果要杀我 我也不在乎 国王一听到花园的管理人 也得到佛的授记 便立刻心生惭愧 恐怖 肃然起敬 莫无孔直树 立刻起身顶礼 常跪向他忏悔 佛抵达王宫 用餐完毕后 说了祝福予之后 离去 国王问祈福 我之前准备了许多油膏 点灯供养佛 而老婆婆 只供养佛少数的油膏 就得到佛的授记 今天我用王宫的好花 供养佛 想要修福的 而花园的管理人 却得到佛的授记 为什么唯独我 一无所获 心里实在很郁闷 我可以再做什么功德呢 祈福说 国王您虽然连续多日修福 但是您是使用 国库中的财物 指使人民出劳力 信中充满骄傲 自大 或是愤怒不满 因此无法得到佛的授记 现在您应当舍弃 身上这些庄严至极的饰品 脱下樱落等七宝珠环 做成珠宝花 和夫人太子一起亲自动手做 精进一心供养佛 佛观察到国王自成的心之后 您一定可以得到佛的授记 于是国王减少宫廷厨房的膳食 不分昼夜 持守栽戒 脱下身上的种种珍宝 造极工匠师每天前来做珠宝花 国王几夫人太子也都亲自动手做 直到九十天才完成 派人准备好车马 要亲自前往供养佛 一旁的大臣说 听说佛之前到九余那结果 已经拨捏盘了 国王一听到佛已经远及 心中非常悲伤 嚎啕大哭 哽咽地流着鼻涕泪水 说我特别诚心地 以双手制作这些珠宝花 佛虽然已经入涅槃 我还是要带着这些珠宝花 到灵鳩山 到佛座的地方供养佛 以展现我的诚意 齐伯说 佛的法身既没有身形 也没有涅槃 既不常住 也没有入涅 也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 只有心地制成的人 才能看得见佛 佛虽然在世间 若没有制成的心 也看不见佛 国王您这么诚心 佛虽然视线涅槃 您若前去灵鳩山 一定能看见佛 国王来到灵鳩山中 看见佛入灭 既悲伤又欢喜 流着眼泪向前走 顶礼佛陀 呈上七宝花 承在佛上 全部的花都停留在空中 化成宝花盖 覆盖在佛的上方 佛便为国王授记 过后八万节 这个节名喜观 国王将成佛 佛号明尽其所步如来 国土名叫花王 那时的人民受命四十小节 阿瑟师王的太子 名叫詹陀佛合力 当时八岁 看到父亲得到佛的授记 非常欢喜 便脱下身上的种种珍宝 散在佛上说 愿父王将来做 尽其所步如来时 我做金伦圣王 愿能供养尽其所步如来 如来玻璃盘后 我将借着做佛 这时太子所散的珍宝 化成交错的珠串 组成的围蔓 覆盖在佛上 佛说一定如你所愿 阿瑟师王做佛时 你一定做金伦圣王 并终之后 便上身都率天上 受尽之后便下身人间做佛 在要王岔土教化众生 佛的名号叫詹潭 人民的寿命 国土等 全部都像尽其所步如来那样 佛为阿瑟师王 及太子授祭之后 阿瑟师王 及詹佛合理太子 就上前向佛鼎礼 这时一片光明 看不见佛在什么地方 这则故事有几个地方 值得我们参考 布施不在钱财货 所施的物品多少 而是重在发心 例如老伯伯非常贫穷 好不容易刑起得到两千 他并没有买食物来充饥 反而觉得佛陀出世 百千万劫难遭遇 若不把握机会 供养佛的话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供养呢 而阿瑟师王 供养的耕油虽然多 但从发心来说 老婆婆一无所有 尽其全力全部拿来供养 这样的发心 更是难能可贵 另外阿瑟师王 又命花园的管理人 摘采最好的花 送来宫中 一片供养佛 没想到 花园的管理人 在半路上遇到佛 专心听佛说法 非常惋惜 就直接把花供养佛了 佛为他授记 将来会成佛 名号叫 绝花如来 阿瑟师王很懊恼 为什么老婆婆和花园的管理人 都能得到佛的授记 而自己却得不到 大臣 其婆对国王说 国王您虽然供养佛 但是您都是使用国库的财物 自己的千贪的心 没有舍 心中又充满了 骄傲自大 愤怒不满 这样怎么能得到佛的授记呢 阿瑟师王 因此 诚心 持守栽戒三个月 应亲手 以珠宝 作成的宝花 要供养佛 但这时却听说 佛已经远及了 其婆对阿瑟师王说 佛设身 虽然已经入灭 但还有法身在 只要以至诚的心 也能见到佛的法身 最后阿瑟师王 至诚供养 终于得到佛的授记 这只故事提示我们 有机缘遇到三宝 应该好好把握机会 赶快种福田 另外说到香花供养 《长阿含经》的第二经 《游行经》提到 世尊在搜罗林双树下 将要入涅槃石 搜罗双树 本来不是开花的季节 却突然开花了 天龙八部也散了很多的花 即沾檀香供养佛 佛告诉阿难 如果真要报恩供养的话 不是供养世间的花 或天花 而是要供养觉悟的花 也就是清净持戒 读诵经典 受持正法 依法而行 这才是正供养 绝悟的花 胜过世间的花 及天上的花 体会无我 才是罪上的供养 以上以这些 给大家贡献